好 停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明明你力气很大 但是打出去的球就老是切拍 老是发不上力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内旋发力 如果你不会内旋发力 那你打球就一直会切拍 一直会发不上力 所以我们握拍的时候 一定要用我们的九字握拍法 我们先将拍子放在我们的虎口处 然后轻轻的后三指往回low 大拇指放在我们中指的上面 食指往回扣 形成我们的九字握拍法 然后握好了之后 我们主要的发力部位 是我们的后面三根手指 我们要在击球的一瞬间 用后面三根手指用力往回抓 抓紧的瞬间 我们的拍面就会转正 转正的瞬间 我们就可以将力量爆发出去 而且还可以保证 我们每一球都不切拍 保证我们每一球发力的效率 都是最高的 这样我们杀虚烈的球 对手连球毛都不可能摸得到 因为我们的两球 我们的两球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容易 我和你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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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门 在手中有一门 你一门 飞着你一门 我和你一门